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还要跟你说啊 我最近呢 开了一些 心理学研究的书籍 书上说呢 那种战后创伤 叫做PTSD 这种是很难治愈的 经历过这种创伤的人呢 他们通常需要 一些人际支持 和实际干预 这样你听得懂吗 不模糊糊吧 那是不是就是 刘青是那种 最难搞定 技能恢复的状况 是啊 尤其是她之前 她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她之前呢 她一直是不愿意 接纳自己的这个问题 而且她一直非常地排斥 接受帮助 所以就更需要 我们一直在她身边 去鼓励她 支持她去自己面对 在 可是万一要失败了 刘青她就是 克服不了了 我觉得 我应该有办法 让她恢复吧 就算她没办法恢复的话 没关系啊 反正我会一直陪着她的 她怕冷 那我就 一直让她温暖下去 不让她 我妈呀 鸡皮疙瘩起来了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皱麻了呀 你们俩在一起 我又不让你冷 我都送不下去了 不让你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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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上 怎么着的 昨晚上 晚上 我们 我们昨天晚上睡得很香啊 然后呢 过睡过的呗 那你偷偷告诉我 你偷偷告诉我 没有 你现在怎么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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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婶 一 两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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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